耶利米书第二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你去在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呼叫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年轻时的恩爱 新婚时的爱情 你怎样在旷野 在未曾耕种之地跟从我 我都记得 那时 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 做他出手的土产 吞吃他的都算为有罪 再货必临到他们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雅各家 以色列家的各族啊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列祖在我身上 究竟发现了什么不义 是他们远离我 随从虚无的偶像 自己也成了虚妄呢 他们也不问 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 引导我们走过旷野 走过荒漠有深坑之地 干旱死印之地 无人经过 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 在哪里呢 我领你们进入这肥美之地 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 可是你们一进来 就玷污了我的地 你们使我的产业 成为可憎恶的 众祭司都不问 耶和华在哪里 御法师不认识我 官长背逆我 先知奉巴黎的名说预言 跟从那无异的偶像 因此我要再跟你们争辩 也要跟你们的子孙争辩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尽管过到集体海岛查看 派人去击打仔细查考 看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 有哪一国把自己的神换掉呢 其实那些并不是神 我的子民竟把他们的荣耀 换了无异的偶像 诸天啊 你们要因此震惊 要大大战力 极其凄凉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为我的子民做了两件恶事 就是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 为自己着了池子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以色列岂是奴隶 或是在家中生的奴仆呢 为什么竟成了略物呢 有时都向他咆哮 大声吼叫 使他的地荒凉 城中破毁 无人居住 挪福人和达比逆人 也剃光了你的头顶 你这不是自作自受吗 耶和华你的神在路上引导你时 你却离弃了他 现在你为什么要到埃及去 喝西河的水呢 你为什么要到亚树去 喝又发拉底河的水呢 你自己的罪恶要惩罚你 你背道的事必责备你 你当知道 也要明白 离弃耶和华你的神 没有畏惧我的心 是邪恶的 是痛苦的 这是主万君之耶和华的宣告 你从古时就折断了自己的恶 解开了自己的绳索 说 我不侍奉你了 你在每个高纲上 在每棵繁茂树下 敦服行营 我栽你时 原是上等的葡萄树 是绝对纯种的 你怎么在我面前 变为坏之子 成了野葡萄呢 你虽然用碱洗涤 多加肥皂 你罪孽的污渍 仍留在我面前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你怎么能说 我没有玷污自己 未曾跟从过巴黎呢 看看你在古中的行径 想想你所做过的 简直像快捷的小瓷陀 在路上乱闯 又像灌在旷野的野驴 与心一起就喘气 他春情发动 谁能抑制他呢 寻找他的都不必费力 在他的交配期间 必能找到他 不要使你的脚赤路 你的喉咙干渴 你却说 没用的 因为我爱外族人的神 我要跟从他们 贼被捉拿时 怎样羞愧 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 领袖 祭司和先知 也都怎样羞愧 他们对木头说 你是我爸爸 对石头说 你是生我的 他们以背向我 不以脸向我 然而遭遇患难时 却说 起来救救我们吧 你为自己所作的神在哪里 你遭遇患难时 如果他们能救你 就让他们起来吧 犹大 你的城有多少 你的神也有多少 你们为什么跟我争辩呢 你们都悖逆了我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责答你们的儿女 也是没用 因为他们不受管教 你们的刀剑 像灭命的狮子 吞噬你们的先知 这世代的人啊 你们要注意耶和华的话 对以色列人来说 难道我是旷野 或是黑暗的地方 我的子民为什么说 我们自由了 不再到你那里去了 少女能忘记他的事物吗 心腹能忘记他的华带吗 我的子民却忘记了我 这些日子无法数算 你多么通小门路 去寻求爱情 就连坏女人 你也可以把门路指教他们 在你衣巾上 又发现无辜穷人的血 并且你不是发现 他们在挖窟窿时杀他们的 虽然这样 你还说 我是无辜的 他的怒气必已离开我 看哪 我要审判你 因为你曾说 我没有犯罪 你为什么要东奔西跑 改变你的路向呢 你必因埃及蒙羞 像你从前因亚树受入一样 你必双手抱头从埃及出来 因为耶和华弃绝了你 所以靠的 你靠他们 必不能成功 带我一样 我写我的 我写人 胡云 不分 看哪 我写人 有赵羽 你怎么这么这么 我写你 你没看哪 感谢观看